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款有助于读书的黑科技 据说是把Kindle做成了手机壳 有点意思哈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整个了 其实它并不是Kindle 而是一家省政的公司在2017年约 推出的一款可点字阅读的手机壳 跟Kindle一样 它的屏幕也是抹水屏 我们现在开机玩一哈 整体操作起来没有屏都那么方便 需要使用四个机械键 不支持储屏 不过嘛 它的灵敏性倒还是不错的 好像可以把自己的照片 设置成手机可笔致 我们来试一下啊 现在连手机课都有笔致了 哎呦这个小伙子很酸啊 嗯 我们还是说回这个阅读的功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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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上船好了 哎 它上船速度很快嘛 不过有一个问题 它这个法胸的文件不能打于散招 这好像是一个把格呀 散招是什么概念呢 按字节来算 一个散招的TSD文件 大概是314万字 而通常来说 10万字以上算是长篇小说 红楼梦呢 是107万字 洗油机呢 是82万字 水壶砖是96万字 3T 散步合机也不超过200万字 这么算起来好像问题也不大嘛 除了刚才说的功能以外 它还有超强的防水功能 原来这款Incast I7是不防水的 它的下一代Incast I7 Plus才是防水的 等一下 而且它的价格是899人民币 就算它防水又怎么样了 如果手机套上它 一起掉进水里 它是没什么事 手机不一样会坏掉吗 而且它只支持iPhone的机型 明知道iPhone防水性一般 有个担担用吗 所以嘛 这款手机可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几年 不过如果是出门爱看书 又不想带着红红的书的朋友们 还是可以考虑上手一步 毕竟比较方便嘛 好了 最后再给大家一句建议 即便是墨水瓶 也不是绝对的胡言 虽然爱看书是一件好事情 但是只有养成良好的看书习惯 才能一直保持美丽懂人的小眼睛 关注 点赞 转发 评论 投币 摸摸的